哈囉大家好 這一張我們就進入調整傳動原理的主題喔 那在這個開始之前 請大家先幫我訂閱 Youtube跟粉絲專頁的 按讚 及IG的追蹤 OK 我們這一張來了解一下 就是說 安裝我們Riveno上車的時候 有一些注意的安裝順序 我們來說明一下 像大家看到這個 就是我們從盒裝新安裝拿起來的時候 是長這個樣子 那你會看到裡面有放的一個 大桃王的墊片 那這個大桃王墊片呢 他我們上次前幾章有提過 就是他是在安裝在內座這個部分 那可以大家可以仔細看 當然這邊就有一個開閉盤 開閉盤當然安裝的時候 一定會放置放上大堂皇 那可以注意到這個大桃王墊片 其實有一個缺口 他是吻合的 這個 開閉盤的這個缺口 所以大家在安裝的時候 要注意一下這個防衛 注意一下 然後這個放上去之後 大桃王墊片安裝上去之後 然後再安裝我們的離合器 離合器把它壓住 然後往上 往下壓就可以對準這個孔位 就可以拿螺絲來鎖緊 然後在於上車的部分呢 因為傳統式離合器呢 大家注意到的話 他就是安裝完之後 他只要對晚工的內座 他就可以直接上車 所以大家都會是安裝在開閉盤上之後 鎖緊之後 整組放上車之後再放外蓋 就把外蓋 就把它固定上去整組好 之後再整組抓著 直接裝上車 只要對中心的這個 晚工池 就搖一搖 他就進去了 所以這個是 特別要注意的 因為很多 一般的消費者或是店家 他會忘記說 因為傳統式離合器 是裝法是這樣 但是上去之後 他可能必須又要對外齒 又要對內齒 所以一直會對不準 然後裝很久 甚至有的是 外蓋只對到一片離合器 一片對準而已 他就縮起來了 就導致這個離合器 一片可能就會受損 所以這個 這個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好 那再來就是說 我們還有講到說 就是 因為我們的內座呢 我們的三大組件 其實是有保固 提供保固 那尤其像GY6車系的部分 他的這個內孔 像這個是近戰的 內孔是比較大 像這個是GY6車系的 他的內孔會比較小 那內孔比較小的話 他的施力 會比較重 因為整個圓心 要靠這麼小的力量來承受 那相對近戰這個承受 這個大的孔位承受力量比較平均 比較分散 那這個比較集中 所以相對 如果在安裝久了之後 這個大螺母 就是我們外蓋這個 開閉盤這個大螺母 他已經有磨損 或者已經損壞 折損的時候 其實這個算是小好評 要當他開始鎖不緊的時候 就可能導致這個內孔部分 會跟開閉盤 會扭轉的部分 所以這個要注意的時候 變成在安裝的時候 請檢查你的開閉盤 開閉盤的這個孔 是不是這個角落 平接跟圓徑接觸的這個角落 是不是有磨損 如果有磨損的話 相對如果直接安裝 我們的鋁石上去 久的話他可能 因為這是鋁石金 雖然我們已經用鍛造製程 這個也蠻硬的 但是久的話 他還是會扭轉 所以這個螺牙的部分 跟開閉盤這個轉角 還有這個螺母的部分 其實是損耗平 如果要安裝的時候 其實建議要先檢查一下 然後再來安裝我們的離合器 這樣他的壽命會比較正常 好 好 那我們接下來要特別講到的地方 就是因為坊間現在開閉盤 都有出所謂的 加長行程開閉盤 當然這是原廠的 我們都以原廠來說明 那加長行程開閉盤 故意示例 就是這個開啟的行程比較長 所以開閉盤的開啟行程 就是為了讓你的檔位可以更多 那但是在製造上 設計上他相對有個問題 就是跟原廠比較大差異 就是裡面 大家可以看到裡面這個培鈴做的高 這個這個培鈴 他的他的高度會比原廠的還要來的低 會來的低 會比較往下沉 所以在安裝我們離合器上去之後 會發現一個狀況 就是 你看我們這個外蓋放上去 對準一下 外蓋放上去的時候 這個是原廠的部分 你會看到這個 他的離合器片 跟離合器外蓋的尺 是有一個落差的 這個是我們在原廠 只要是針對原廠離合器 我們都有做到這個落差 那相對加上行程開閉盤 我們剛才說到 這個培鈴做的孔位 它的高度是比較低的 那相對 這個開 如果外蓋蓋上去的話 它會呈現這個狀態 就是離合器會比較高 應該說 外蓋往下沉 所以安裝完成的時候 會變成這樣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這邊就是離合器的 外蓋的尺 跟離合器片 會變成平面的 它是沒有落差的 它會沒有落差 那會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我們說 我們的離合器的正向是 從下往上 那相對我們的離合器片 也會往上抬深 那當這個離合器片的皮 開始磨損的時候 它當然會越抬越高 越抬越高 那會發生什麼事 就是如果加上行程開閉盤 沒有把外蓋往上墊的話 它有可能這個離合器片 有哪一天有可能就會跳過去 甚至卡死 這是蠻危險的 所以在安裝 開閉盤的時候 就是在安裝這個離合器的時候 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不確定你的加上行程開閉盤 到底這個培鈴座有沒有落差 所以在安裝過程的時候 必須要檢查 就是說這個離合器片 這個離合器的離合器片 跟外蓋的 是不是有正確的 大概1mm的落差 那如果沒有的話 相對就是要 一定要從 在這個 晚工的這個外蓋 這個柱子這邊 它一定要墊個墊片 把外蓋往上墊 墊到一個落差之後 大概離合器片 有1mm的落差 這才是正確的安裝 如果沒有這樣做的話 相對會有一些 比較危險的情況發生 所以這個是大家要特別注意的部分 你以為結束了嗎 看了這麼多部 我們的研究室的影片之後 你想要更了解些什麼呢 你都可以在我們的YouTube下面 給我們留言 讓我們可以回覆 我們可以找更多的題材來 拍給大家看 那如果到現在喊 你還沒有訂閱我們的YouTube 然後追蹤我們的IG 跟Facebook按讚的話 請記得一定要趕快訂閱喔 我們下載的影片 我們下載的影片 下次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